大家好 汉河的平科夫 今天我们只做一个电视的宣传片 也就是说过两天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我对这一次利剑A的军事演习 有什么样的看法 同时的话 我看主要要把精力放到利剑B上去 或者利剑CD等等 这个一定会有 也许是其他的系列 因为现在它真的变幻莫测 我初步的来讲 今天因为我要谈别的问题 只是做一个简单的视频宣传 大概本周末吧 我会做一个关于即将可能到来的利剑B 它的军事演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简单的说 这一次利剑A呢 我们只看到了一些这个所谓的动画 还看到了一些模拟的发射 整个过程都是模拟的 没有实弹发射 这个我想呢 一直到现在都已经是12点钟了 就今天已经结束了 中国方面也没有宣布为期两天的军事演习 顺利结束什么的 这是他们的这种斯大林市的公式化的宣传 没有 同时我们注意中央电视台 这个这是我这30年来 从1995年看中央电视台以来 我发现在台湾问题上 这可能是中国当局和中国军队当局最为愤怒的一次 我把它称作一级愤怒 他这个愤怒是已经达到了顶点 这个愤怒有很多具体的表现 包括这个用词什么的 另外大家要注意到 这一两天的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评论台湾的节目 都是制服军人 衣着军服大校的少将的 这个衣着制服的军人在讲 讲的这个慷慨激昂 这个里面是有故事的 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军人不是随随便便的 衣着制服上电视的 以其说是他自己在讲 这其实等于说是一个政治任务 他是有一整套的程序 这个需要批准的 等于说是变相的国防部的发言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即使是到最近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些军人 他仍然是这个军队院校的教授 他们评论一些国际问题 他们是衣着便服的 这样只需向学校报备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组织形式 但是要衣着军服 你要衣着军服在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节目上 谈台湾海峡的问题 那是要通过组织程序的 你是某个大学的 那就要通过那个大学 那个学院的相关的政治部 你得搞清楚 授权 怎么一个说法什么都是预先讲好的 而且军人出现的数量非常多 这说明了他们已经老火到了极点了 就是1995年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大的现象 以前也有这些什么少将 讲阿拉伯战争什么的都是变装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你看他到现在为止不宣布 军事演习结束了 这很有意思 其实这一次的军事演习了 我看下来的结果呢 大致上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他们是一个非常仓著的情况 也就是说看出什么问题来 我的分析结果是 他们并没有掌握情报 他们并不知道 赖清德总统 520就职演说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在之前我是认真看了 蔡英文前总统的两次就职演说 坦率地讲 尤其是第二次 水平非常的高 谈到了疫情的问题 非常非常的有这个策略性 谈到了两岸关系 他一直用的是两岸关系 但是呢 他柔中有刚 刚中有柔 同时也强调了 这个我们是两个 完全不属性不同的政权 希望你们尊重我们 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才可以谈什么什么的 但是中国军队 从来没有在总统大选 520谈话之后 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所以我估计这一次 因习近平可能都没有预测到 这个讲话是这么一个内容 我相信啊 这两天他正在震怒 很愤怒的对情报机关的人 讲你们为什么不掌握这么具体的一些情况 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 因为现在是天天讲主席责任制时的 没有人敢私下做出任何决定 中央电视台也好 还是海军司令部也好 还是空军司令部也好 一切听由习主席指挥 就这么简单 找寝室晚报告 寝室报告制度 是我党我军 什么什么 创建以来最为宝贵的 珍贵的军委工作体制的 什么什么的 所以他有两个体系 寝室和报告 这都有格式的 就我听下来的 我掌握的情报就是这些 找寝室晚会晚报告 寝室发生了什么问题 什么什么的 今天执行的情况是什么 报告一切经由军委主席 所以我估计这一次 在此之前 连参可能做了一些预案 但是并不可能说 考虑到了 如果他们要这样讲话 讲到了台湾是一个国家 讲到了两个不同的属性 两个国家不同属性 如果他们真的到了这一步的话 他们要做很强硬的军事演习 这种军事演习 通常这个准备需要很长的时间 你比如说这个 2012年那样的军事演习 导弹飞过台湾海峡 包括一系列陆海空 战略火箭军的配合演习 这个你之前 你要做大量的图上的演习 图上规划 然后的话 你还要成立导调组 导演组 有些总导演和导演 是军队院校请来的 这个组建的过程 它也需要一个时间 然后你还要发实弹 发放实弹 其实大家有所不知 很多中国军队的单位 尤其是陆军 平时是不配发实弹的 只是训练弹 这个习近平以来更是如此 然后你还要这个调钱 你这个他有一整套的程序的 水面舰的进出什么的 所以我估计更大规模的 这个战役演习 这个力舰逼 他为了威慑台湾 极有可能 仍然在这个台湾海峡进行 至于说是怎么一个进行过程 导弹是不是又要飞过台湾上空 然后这个 这一次为什么没有坐标标出 是不是 所有这些问题 是值得深思熟虑的 他一定在有他的这个 转变谋划的过程当中 总之一句话 这一次非常的仓促 那么只能够先搞一点政治戏 给大家看一看表达 他们非常强烈的决心 什么什么的 然后的话呢 我的判断呢 到了这个首长司令部的这个演习 还有这个总导演把这个 下一阶段的演习的这个想定 军队叫想定 给他制定出来 然后再进一步的进行图上的规划 演练 最后到集结部队 凡是军事演习 原则上参演部队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所谓的一级战备状态 那就是所有的装备人员 完全到位即刻就可以出发 他和二级战备状况还不一样 三级通常是部队收拢 取消休假 二级那就是要做好所有的出战准备 装备要检修 该检修的检修 该处于这个配所下罚 以及这个实战测试 都要一系列的全部完成 到正式进入一级战备状况一项 以后所有的作战装备兵器 都要进入发射阵地和据点 然后第一套领导班子 这些都是专门有俗语的 第一套领导班子要进入基本指挥所 他那个指挥系统是从输军学来的 第二套领导班子要进入预备指挥所 第三套领导班子主要是联勤保障 这一块要进入后方指挥所 然后在方向和前沿还要设立一个 前沿指挥所 这都是有讲究的 不是随随便便的乱来 调兵遣将 我估计大概需要 从现在算起来 也得需要个十天 这个样子 所以今天是24号 可能到了6月5号 这个样子很可能立件B就跟上来了 那就更有看头 那就是更有意思的 我估计当然应该是十单演习了 因为你毕竟要和A相不同 否则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 至于说C 那他很可能是更进一步的动员 还要看台湾相关的反应 什么的未来的两岸局势演习的步伐步骤 我不乐观 我觉得双方要非常的谨慎 相当的注意中国方面的 这种演习的意图和具体的做法 现在所谓最严重的一次导弹 弹导弹飞越了台海上空 包括台湾本岛 那你再来一次飞越台湾本岛上空 应该说它的威慑效应就不会超过以前 那按照这么愤怒的这些军官在电视上的慷慨激扬 那他总得想个办法 把这个战略威慑 军事威慑的这个力度再进一步的拉高 那怎么个拉高法 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讨论 至于说到美国的大选问题 这个中国有顾忌 不敢太大的动作 这个说法我不赞同 其实我们大家要仔细的认真的去看 他的战略学者在中央电视台分析中美关系的 还不包括我们自己掌握的情资 阅读一些他们的资料 阅读和他们的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谈一谈 他们的学者在国际会议上相对而言 非军人还是比较开放的 毕竟要一起吃饭 那么一起聊一聊 其实只看他们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学者 他都是这个研究所 那个研究院的这个美国问题研究中心的什么主任 那美国问题研究所的所长 什么什么这样子 都应该说是具有他们的权威代表性的 他们关于这个对特朗普的选举的这么一个基本的判断 他们对这个现在行政当局的判断 我反反复的看反反复的听每次我的录像 我发现他们多数的美国问题学者认为这个现在的拜登是更难对付 因为这个毕竟特朗普是有勇无谋的一个人 上台以后和北朝鲜和这个北朝鲜改善关系 和韩国反而吵和这个日本反而吵和整个欧洲 北约国家都争吵 他好像把敌人当做了盟友 把盟友当做了敌人 而这个现在拜登不得了 他懂谋略 他懂得大家约起来一起打这场架 他懂得打住中国的高科技的软肋等等这些 所以在我听下来的结果 我发现至少50%到60%的中国的战略学者 非军队的战略学者 并不在意这个怎么说 如果拜登失去了 这个总统大卫好像特朗普上台以后 对他们就会有一个多大的威胁 没有 我反而是觉得 有人认为 以其和现在的老奸巨华的 拜登行政当局打交道 还不如和这个游泳无谋的 这个特朗普去重新打一次交道 该说的该做的去坐在桌面上 而且的话呢 你现在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 和以前的美国总统所在任时期不一样 即使到了今天 中美关系也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 这个对谈机制 危机管控机制 完全没有 所以我认为呢 至少在我所看到的中国的战略学者 美国问题的研究专家看来 这个他们对谁当选呢 当然他们也很关注 但是呢 不像克林顿和George W. Bush那样的一种 敬畏分明的态度 那上报到习近平那里去呢 可能在对台关系方面的这个力度方面呢 他们考虑美国的因素呢 会较低 因为毕竟现在美国在中东也好 在这个乌克兰也好 也难以脱身 所以这方面呢 我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要做 今天呢 这个主要是一个预告 所以我同时呢 顺便来给大家看这么一张画 这一张画呢就很有意思了 这一次的军事演习呢 台湾国防部我们公正的说 他们的这个公共关系啊 他们对情况的掌控 他们所显示出来的情况掌控 他们的宣传什么的 我认为比中国国防部做得要更好 那个什么3D动画什么的 特别把台北高雄花莲标上黑名单 这个这些东西 怎么说呢 这个自由世界的人 可能和他们那些小红粉不太一样 我这个节目是给自由世界的人看的 我想你们也会很好笑 我想至少台北花莲高雄的人 不会今天晚上睡不着觉 当然我这里也不是说想 说什么批评谁的问题 你看这张图片呢很有意思 这张图片呢 我的判断啊 这个是我我的研究 这是最新型的 这个歼16D 也就是电子战型 这张图片呢 被最有可能是F16V的这个 IRST给拍摄到了 因为他们刚刚得到了 AAQ33型IRST 这是最新一代的IRST 这个他的这个识别距离也很远 他的这个tracking距离也非常非常的远 这个是新一代的 这不是什么图像模糊 不是这一说 这是IRST的成像 这个要讲清楚 从我看了这个电视 整个节目的过程当中 看出来 可能在这个F16V呢 是和他保持这样的一个角度水平飞行 然后的话呢 这个AAQ33呢 转角 调转了这个摄像角度 调转了这个摄像角度呢 对他进行了全程的tracking 你看 这是tracking的 这不是identification 识别模式 因为我都识别了 它是F 它是歼16D 最新型的电子作战型 大家去对比图片 仔细的看 是看得出来的 这个也没有什么惊人的东西 它既然是电子作战型 它当然要有更多的天线 比原型的 这个F 殲16 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个 历史的采访过去 讲了这个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 在这边来讲 上面这一个图 这是2005年 我采访莫斯科航空展上的图片 所以大家可能 已经发现了 那时候呢 真的2005年呢 是美俄关系 非常好的时代 当时还是普京 其实普京那个时候呢 这个是希望呢 最好把俄罗斯也纳入 这个北约体制的 你看这个F15 到这里来了 一个是C到了这里 另外一个是F15 E到了这里 那长期啊 我们大家也知道 从苏两期问世的那一天开始 这个苏两期和F15 它就是竞争对手 它苏两期呢 保持了最快的爬升纪录 它打破了这个 在P42的时代 它打破了这个F15 实验机所创下的 最快的爬升纪录 所以到底是F15的性能 飞控性能 机动性能更好 还是F16 美国人不服气 这个俄国人更不服气 这个一直打官司 私下的争论呢 很多 这个展览会上很有意思 俄方书会设计局正式提出来 你不服气对吗 你也来了 那好 那我们两家就在这个莫斯科上空 打一场空战 你们看如何 我们派遣最好的飞行员 一对一 然后呢 谁胜利 标志有二 一 雷达先锁定谁 因为它转为锁定模式 锁定模式 谁就赢了 被锁定的那一个输了 然后我们的IRST 首先track到谁 那么我们就赢了 它是在欺负F15 当时没有安装IRST 现在好像也没有 对吧 F15的这个EGRO也没有 最新最新的改良性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没有这个记忆 至少沙奥地阿拉伯的 F15也就没有 因为美国人很友好的说 下次我们还派F15来 我们认为 输两期是世界上最好的 迎级战斗机等等等等 美国人还是很会做人的 因为他犯不着在莫斯科上空 给你搞这么一下 把人家空战训练的这种 一些战术技巧 给你全部暴露出来 对不对 而且就算是F15打赢了 又怎么样 美国人是很实际的 并不像俄罗斯人这么一种 这种怎么讲呢 毕竟你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 所以这个故事我讲了以后呢 我想大家再回过头来看这张照片 你们自己去评论 我也不想得罪一些人什么的 这个是明显的 被这个IRST 以这个方式给tracking住了 tracking住了原则上来讲 飞行员不希望被这样搞 任何国家不希望被这样搞 因为科学技术在发展 军事技术在发展 这个AAQ33 AIRST 它的放大倍数是多少 这个我们很清楚 然后的话呢 在这样的一个很清晰的过程当中 大概他们相续 多少距离 这个我们可以测算的出来 在这个距离之内 可以这样来说 就是说这个 当然我们现在无法准确的 知道F-16V的它的pose 它的这个position 是一个什么情况 是迎头的状况 还是这个半飞的状况 我估计呢是半飞状况 因为从整个飞机的画面来看呢 它是这样前进的 但是即使是半飞状况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你今天的F-16V多厉害啊 它装了先进头盔瞄准器 它装了这个具有90度离轴发射的 AIM-9X 这个是画像上有的 就是说它这样 头盔瞄准器 瞄准了歼16D的话 导弹 离轴90度就飞出去了 你就被击落了 就那么简单 当然这只是理论 我们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大的问题 在这个苏良70代 这个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代的IRST 它只有50公里的 这个identification距离 识别距离 对 到了第二代呢 就是现在部署在苏30MKK上的这个IRST呢 它已经有了100公里的识别距离 这个识别距离呢 就大致上我可以识别你是一架什么飞机 然后的话呢 你要转入跟踪 tracking这个model呢 还需要更近的距离 而当时呢 R73这个短程的空队空导弹呢 它是30公里的射程 30公里的射程呢 它的离主角发生了 我要是没有记错呢 应该是30度 也就是这样的30度 就是说你即使在这个角度 track住了它 当时的科技 当时R73的这个离主角呢 还不足以你发射R73去攻击对方的飞机 但是实在不一样了 理论上讲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如果这个F16V放慢速度 尾追速度稍微放慢一点 让它稍微朝前 抬头显示器 瞄准了它以后 这个这个这个 头盔显示器 当然它也显示在 抬头显示器上 瞄准了它以后 这个90度的离主角 大概都不需要 就可以把它给打下来 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 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我想更多的 我就不用多讲了 今天呢 我这个简单的介绍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个星期 一定要看 我怎么评价 利剑 2024B 或者利剑B 2024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要掉以轻心 这个局势 我认为 未来这一段时期 这几年呢 恐怕不容乐观 那么祝大家走好运 周末愉快 谢谢